欢迎关注华尔街焦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这一期华尔街焦点关注赵乐际即将下台 习近平需要听话的中纪委书记且已有初步人选 不是从现在的政治局常委中挑选 而是从政治局委员里挑选一个习近平能完全控制信任的人 担任新的中纪委书记 首先是一年一度的中共官媒反腐真人秀又来了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消息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 五级电视专题片《零容忍》将于1月15日起上线 而在中纪委网站发布的预告片中 孙力军、周江勇、贵州省政协原主席王富玉分别出境忏悔 在2020年4月落马 在2021年9月被双开的孙力军在尽头前忏悔说 没想到自己成为了一个法治建设或者公平正义的破坏者 而王富玉在2021年2月被查 当时他已退休三年 他在专题片中说 我疯狂的贪欲登峰造极 但我不知道要钱为了什么 在2021年8月无意诏落马的周江勇则说 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城市主政 现在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 痛悔不已 这个专题片公分五集 分别为不负14亿 打虎拍银 逞前毕后 系统吃智 永远在路上 共选取16个案例 采访、纪检、监察干部 还有关审查调查对象及涉案人员 干部群众140多人 讲述全面从严治党 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故事 从2016年永远在路上 到2017年打铁 还需自身印巡视利剑 到2019年的红色通缉 再到2020年的国家监察 再到2021年上映的 《正风反腐》就在身边 中国官媒几乎每年 都有一部正风反腐电视专题片上映 中期委网站介绍称 专题片展现了 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 坚持自我革命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 一刻不停地推进 党风连阵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系统失智 标本兼制 不断实现 一体推进 不敢辅 不能辅 不想辅的战略目标 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 和政治保证作用充分发挥 而翻译成普通人能听懂的话 就是习近平从两任中纪委书记 陈云 王岐山处学到了不少教训 需要建立一个权威不大 但听话的中纪委书记 电子人民币的使用 大数据监控 以及人工智能的发展 这些都是未来打击腐败的戾气 这也使得中国一般性腐败行为会极大减少 而这也是中纪委书记换人的注脚 当前的中纪委书记 最大一个问题就是 王岐山在位时利用中纪委做大 而王岐山的权威由此得以建立 而下一个中纪委书记 就不能出现这种情况 现任的中纪委书记 赵乐际表现得很谨慎小心 一方面他想谋取更高职位 而另一方面他也没有王岐山 那么大的狠径与权威 这就是中纪委书记换掉的背景 2017年10月 赵乐际晋升中央政治局常委 并接替了王岐山的中纪委书记职务 至于习近平本人 自2007年10月 中共时期大上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成为总书记 接班人之后 对赵乐际的格外其中的幕后原因 除了所谓的审计议事 以及相当情节这一主观原因 还应该有一些客观因素 比如赵乐际和他习近平 大致相同的成长背景 都是下乡插队 都是被评下中农推荐入党 还都是工农兵学员出身 而都是从基层开始 经历从科技制省部级的 每一个晋升台阶之后 又都有省级党政一把手的 任职经验和资历 赵乐际之所以有资格接替王岐山 反腐永远在路上的千金重担 百分之百证实了 他在习近平心目中的地位 无人能够取代 出生于1957年的赵乐际 到2022年也只有65岁 比栗展书19大进常委时 还年轻2岁 所以仅从年龄角度推测 19届中央政治局 除了习近平而外的6名常委里 赵乐际原本是笃定 可以在二十大上继续陪伴习近平的 但现如今的陕西官场黑幕 越接越多越接越深 虽然他赵乐际先牺牲了魏明州 再抛弃了赵正永 仍不可避免自己在党内 特别是在中纪委内的围望草地 而这儿了击之后 不能再有太厉害的中纪委书记 习近平或许从历任中纪委书记 陈云和王岐山那里学到了重要教训 邓小平和陈云是新中国核心 决策层中政治说明最长的两个人 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 政治舞台上起着关键作用的两个人 和邓小平一样 陈云是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共产党革命者之一 他一生中也多次站在邓小平的一边 但在最后的十年 他率领一个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倡导者 和保守派中央规划者组成的派系 对抗邓小平 有时候这种对抗似乎危及到了中国的经济转型 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陈云同时被选为新设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也就是中纪委书记 负责全党的党风党机和案件的审理工作 在1995年在纽约时报刊登的陈云的复告中 称实际上 今年来很多中国人觉得 未来改革的方向可能取决于两位级别最高的领导人 邓小平和陈云 谁活得更久 一名坚定支持改革的共产党官员 在当时表示 尽管陈云备受敬重 但党内部分人士对陈云先与邓小平去世 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有人说如果邓小平先死 他觉得他们的整个改革进程会面临三年迟滞 尽管邓小平在1978年确立了自己最高领导人的地位 但他也只是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 仍在世的革命元老中的一位 陈云虽然比邓小平小一岁 但入党时间更早 因此资历也更深一些 而事实证明 陈云是一个难缠的政治障碍 邓小平被迫在政策和共产党领导层的构成上 向他做出让步 在政治改革经济和如何实现中国推迟已久的现代化上 共产党领导曾因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出现分裂 陈云的死可能会改变在世革命元老之间的权力平衡 中国的现任领导人就是由这些元老挑选并支持的 陈云并没有特别支出 在党内身居高位却不为公众瞩目 他严重不信任西方的民主 并且讨厌市场经济 当邓小平实行改革 陈云却试图阻止中国滑向资本主义 为了增加外国投资和试验自由市场政策 邓小平的改革在靠近香港的地方设立了经济特区 与台湾隔海相望 而陈云则拒绝视察这些繁忙热闹工厂林立的新城镇 在那里闪闪发光的高层办公室和酒店拔地而起 而据之陈云关注的焦点是改革的阴暗面 他看到的是腐败娼妓和赌博的死灰复燃 对他而言 这些漏洗是失败和背叛共产主义理念的迹象 而和邓小平一样 他认为经济刺激和国外投资对中国有利 但作为一名中央规划者 他认为市场力量应该受到控制 就像笼子里的小鸟一样 而另一个利用中纪委书记 扩大自己权威的就是王岐山 2012年11月64岁的王岐山 在中共18届一中全会上当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六 并且接任何国强出任 中共中央纪委书记 晋升政国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王岐山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察委员会书记一职之后 积极地处理贪污腐败 在2013年1月23日中共的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 王岐山提出当前要以治标为主 为治本赢得时间 之后的数个月 其领导下的中纪委采取了查办约谈 巡视抽查 信息公开的一系列积极反腐措施 并要求官员在婚姻状况 出国等个人事宜出现变化时要及时报备 由于之前官员申报之后一般不再核查 往往造成贪腐刑际败露之后 才发现申报的内容不实 王岐山接任纪检委书记之后 开始派人着手抽查申报材料的真实性 并对外公开的反腐工作组的工作流程 以显示其惩治贪腐的决心 而在王岐山上任的五年时间里 共有440位省部军级高官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处 这包括周永康 郭伯雄 徐才厚 孙政才 令计划和苏荣等6位副国级以上的官员 有18届中央委员会成员43人 中央纪委委员9人 此外还有8900余名厅级高官 此后还有评论认为 王岐山对于贪腐的查处力导致大 来源于其本人从政10年从无贪名 且王岐山没有子女 使得贪腐势力无从下手 有人称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是贪官的一大灾难 虽然王岐山在党内排行第六 但由于王岐山的强势作风 以及反腐败运动导致中央纪委的权力有所增加 身兼中央纪委的王岐山 在当时也被认为是中共党内除了总书记习近平以外最有实权的领导人 在2017年10月25日 69岁的王岐山在中共19届一中全会之后 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中纪委书记 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接任 不过有分析认为 尽管已经卸任王岐山仍在中国政坛上有着较强的政治影响力 王岐山在最近十年内的经济和反腐作为 不仅在中共党内一致认为非常可靠 而且被其他国家和官员和海外媒体高度评价为铁腕改革派 在2012年担任反腐工作一把手的工作之前 王岐山主抓经济工作善于解决麻烦的问题 在担任副总理时 他帮助引导中国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常常会见西方商界领袖和政客 在王岐山随后的政治生涯 中国国家副主席这一职位上 他重新扮演这一角色 而根据中国现行的宪法规定 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 受主席的委托 可以带行主席的部分职权 习近平与王岐山之间的亲密关系 以及王岐山在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间中纪委书记时 积累的功勋和威望 可能对他如今的权力影响有着明显的加持作用 陈云和王岐山这两个中纪委书记给习近平很多教训 不能再出现一个中纪委书记 像王岐山 陈云这样利用中纪委书记建立自己的权威 而下一个中纪委书记必须是要听话的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焦点的所有内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